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一場武漢肺炎 令到航空業承受了極為沉重的打擊 尤其是在客運航班方面 接近完全停頓 航空公司就蝕得入獄 在今天的中午時份 國泰公佈了他們最新的融資方案 內容包括了由特區政府 出手打救他們 到底有哪幾項的融資方案 第一 向Aviation 2020 Limited 發行優先股和應股權證 總認購金額是195億元 實情這間公司 就是根據財政司司長法團條例設立 並且由財政司司長法團全資擁有 即是是特區政府的資金 195億 第二 由Aviation 2020 Limited 向國泰提供過度貸款融資 金額是78億港幣 這筆是借給他的 所以特區政府總共 幫了多少錢 78億 再加上剛才195億 加起來就是273億 第三支獄就是公股 十一公七 總共集資是大約117億元 總共就是玩這三招融資 特區政府利用公帑 來支援一家私人企業 肯定難免會遭到市民的詬病和質疑 在網上已經被罵到七個一皮 第一 明明特區政府 以往前財政司下頂基說的 積極不干預政策 現屬特區政府 就叫做 小政府大市場 為何這個經濟原則 突然之間違反了 突然之間就要走去打救一家私人企業 特區政府這次行為 沒有辦法利用 以往所搞的抗疫防疫基金 所提供的行業支援計劃 作為類比 因為後者向整個行業 你有份開店 他就支援你 不如說食店 每家的店舖 按照面積各樣的條件 來提供支援 你有開店 有申請 代表 就有份拿錢 這是一體軍殲 當然你開多家店舖 你就拿多些錢 但是這次 只是針對一家的企業 來作出支援 完全是不同的 那個是整個行業受惠 現在是一家企業受惠 而且在金額方面 簡直就是 蚊比和牛比 小毛見大毛 繃水給國泰 兩百七十幾億 那些一般的小企業 只能拿到十多萬最多 所以 根本上是沒辦法去類比 當然 以特區政府的角度來看 可能他們就會認為 國泰航空 在航空業來說 就是一家舉足輕重的公司 以英文的術語來說 就叫做 Too big to fail 即是這家巨企 一旦他倒塌 一旦他收皮的話 就會導致香港的經濟造成非常沉重的打擊和影響 因為 一旦國泰收皮 就不知要怎樣來重建一家航空公司 再去吃回國泰現在所現有的東西 又要重新談過航權 有這個 其實在外國政府來說 拯救他本國的航空公司 不是私營那些 是國營那些 是非常之常見的事 但是由於你特區政府是沒有誠信 你特區政府不是由民選來產生 所以你做甚麼都會被人秉 因為你特區政府是沒有民意授權 你特區政府不是由普選來產生 故此你那些施政 無論是做甚麼都好 無論是會被人打 這個就是特區政府的致命傷 而大陸也是不肯落實普選 故此這個情況只會是不斷持續下去 除非你 就換了所有香港人做港票 或者是新香港人 這次 特區政府打救國泰這個行為 就全憑一件事叫做掌官意志 當然作為一個市民 也沒有辦法了解得到 這個掌官意志究竟是由行政掌官本人來發出 或是他後面扯線的人去發出 林鄭完全失敗過愛申國羅普兒 人家做傀儡起碼有個 銜頭叫做皇帝 你就做這個爛鬼行政掌官 不過不要說他爛鬼 他有很多錢的每個月 而且還有很多津貼 很多人在目前來說 還是很想去競逐做行政掌官 包括邱騰華 這個叫做邱騰華之心 路人皆見 不過做得這些位置 多數都是會遺臭萬年 這次特區政府花了兩百多億去打救國泰 故此他們可以通過Aviation 2020 Limited 去委任兩名觀察員 去參與國泰的董事局 即是等同於變相的公私合營 這就是歷史重演 以往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現在又再出現 到底這兩名所謂觀察員 是做什麼的角色 是不是黨委書記的角色 還是怎樣 是不是會繼續推動和加強篤灰的計劃 使得員工之間可以互相監察 凡是在社交平台上發表反對政府的意見 就將他截圖言 之後匿名舉報 是不是要使得這個白色恐怖的氛圍 繼續黎曼住在工作間裡 這些問題的答案 你知我知 還有 太古雖然目前仍然是國泰最大的股東 但是他們早就已經淪為了一個傀儡的角色 就算他是有權委任多數的董事局成員 以及可以擔任這家公司裡的重要職位 又如何呢 在去年又是向大陸跪下了 不過也沒辦法 形勢被人強 人家拿整個領空飛玉拳跟你談 基本上你就是不用談 一定是要跪下的 好了 接著就談談林鄭 他今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就見記者 有記者問他 你又重開主題公園 又舉辦書展 但是同一時間又限制市民的集會 究竟你有什麼理據呢 林鄭就說 禁止群組聚集的目的 就是為了公眾衛生 但是禁止大型群眾聚集 就不等於所有活動都不能夠做 主題公園、戲院和超市人流雖然是多 但是就不等於屬於同一個群組 和有人呼籲去同一個地方進行集會 多過八個人的聚集是不同 現在的做法並沒有矛盾 亦沒有衝突 這傢伙所說的就是完全沒有邏輯 而且沒有科學根據 到底在同一個地方進行集會 以及在主題公園裡有多過八個人 請問有什麼分別呢 在韓國剛剛才有人玩完主題公園 又出現了一個 下群聚的感染 你現在還開 如果你要限制市民聚集的話 為什麼你還要開這些地方出來呢 完全是說不過去 無非你就是要繼續限制市民的 遊行集會示威自由 就是以防疫為名 打壓自由為實 根本上你都不用不認 這個限聚令根本是一個惡法 我相信在今年的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前 這個限聚令都幾難能夠解除 因為特區政府的目標根本不是什麼防疫 而是要在選舉之前 不能再有任何一次的大型遊行 或者集會出現 以免就好像幫了你的選舉造勢 林鄭當初寫給中央政府的那份工作報告當中 提及到說要以疫情扭轉選情 限聚令就是其中一個措施 主題公園 每一天的入場人次 是可以上萬人的 而書展過往來說 搞七天 入場人次更加是多大100萬人以上 你都可以批准給他去搞 但是唯獨是市民 不能夠多過8個人來聚集 你就是不想那些人搞遊行示威集會 如果是不行的 為何六月四日你又去做公關show 為何你不去維園掃擋 為何你不去各區掃擋 六四集會一樣有過萬人進了去維園球場 各區也有市民聚集去點蠟燭悼念 為何你不去掃擋 是不是要為了做給國際社會看 如果六四集會你都可以 一隻眼開隻眼閉你默許他舉行 你如果不是默許他舉行的話 你就很早在各區抓人 因為你又沒有批准到這個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是 今天都去到九號 又不見出現什麼群聚感染 無非就是找事來講 就是要打壓自由 只要每一個市民保持好他的個人衛生 全民都戴口罩 而且在洗手之前 不要亂搓眼搓鼻 基本上哪有那麼高風險 高不高風險 比你重開這個主題公園 請問 去玩過山車跳樓機的時候 會不會那個口罩突然脫了 VY鬼叫口水到處噴 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現群聚感染的機會 更大過人走去遊行示威集會 林鄭就是強辭奪你的 還有 大家必須要記住一點 就是特區政府準備有風聲傳出來 就說粵港澳可以互認這個健康碼 使得可以恢復通關 這件事根本上又是為了選舉來做 如果在九月之前粵港澳互認這個健康碼 就是為了方便那些住在大陸的人 走來香港投票 講到尾就是 至於海外那些香港人又怎樣 基本上就不用投 因為 從海外回香港 就需要隔離十四天這個措施 已經延長到九月十八號 換言之如果要趕及在九月六號回來香港投票 就要預早十四天回來 買機票 故此就使得 那些海外香港人回來投票的意欲大減 對嗎 為了投你一張票要隔離十四天的時間成本很高 當然我不排除可能有些特例 可能有下幾十人是會肯去這樣做的 但是付出的時間成本那麼高 你就無非叫他 喂 下屆請早 金解不用回頭 因為之前沈旭輝教授就說 全球就是班師回港投票 基本上這個計劃就玩完了 故此我們住在香港的 更加要行使公民權利 在九月六號出來投票 千萬不要聽那些分化友說 一時又說要投白票 一時又說這次不用投白票 投他支持那個人 大家就一定不要聽他那些老點 總之我們持有信念 團結一致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